新冠肺炎疫情在尼日利亚造成400多人确诊 死亡有12例 但却传出 尼日利亚负责执行防疫封锁令的安全部队 杀死至少18人 比疫情造成的死亡数还多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尼日利亚安全部队在执行宵禁期间杀了18个人 尼日利亚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 受到105件安全部队侵犯人权的控诉 在防疫过程中至少18人被杀 比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12人还多 甚至有法外处决的事件发生 尼日利亚人权委员会在报告中还指出 该国的安全部队还进行了一些其他的违规操作 包括33起对人们施以酷刑或不人道 有辱人格的事件 此外 人权委员会还报告了一些非法逮捕事件 19起财产扣押事件 以及13起勒索事件 该委员会指责安全部队 过度或不成比例的使用武力 滥用权力 腐败 以及不遵守国际和国家人权法 违反了人权 报道指出 尼日利亚警方表示 封锁行动是基于专业且符合国际做法 但尼日利亚安全部队长期被控侵犯人权 他们则驳斥这些指控 另一方面 观察人士表示 封城是保持社交距离的一个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减缓病毒传播的速度 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来说 封城和保持社交距离都很难执行 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 无法承担封城的代价 因为在这些中低收入国家中 服务业往往占据国内生产总值中很大的比重 一般都要超过50% 有的国家甚至达到60%至70% 此外 大量的非正式经济部门就业 也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共性 在非洲服务业 如旅游餐饮行业 以及非正式就业的人口 大多数都是拿着日新或者周新的人群 在封城的情况下 很多服务业不能运行 非正式就业的机会也基本消失 导致了严重的失业问题